今天要说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铁马身边的妈妈团们,有因为P2P平台跑路亏钱的,有因为P2P平台暴雷生气住院的,有把养老金水汉钱投入P2P平台,一天坠坠不安,怕平台跑路的。 身边的朋友都说,铁马,你快给大家讲讲,最近P2P暴雷潮吧,英读者要求,铁马就最近的暴雷潮,来给大家做出详细处理。 P2P又称点对点网络借款,是一种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要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 注意,P2P是属于民间小额借贷借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网络信贷平台,及相关利贷行为和金融服务。 民间小额借贷是一种存在于民间的,一般是个人对个人的一种借款,并且借款的程序也没有那么正规,很多都是相互之间商量沟通好之后,写线条的一种办法,存在的风险也是比较大。 铁马认为民间小额借贷,还不还钱全靠道德约束,实在不行你可以走法律途径,倒靠不起的,是你而不是他们。 从安全系数来说,银行借贷更靠谱,但是,为什么玩民间小额借贷的人,不愿意从银行借款呢? 因为,其中很多人都是不符合银行借贷条件。 从资金的需求方的层面上来说,P2P的引入确实降低了融资成本,缩短了融资时间,因为P2P一开始发展的初周是金融脱眉,让资金工方与资金需方直接对接,其价值就是减少中间环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所以原始的P2P是纯粹作为交易平台使用的,不进入过多的风险控制及担保过程。 但此种模式由于很难鉴别资金需求方的风险,一形成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人意愿降低。 因此,P2P平台纷纷推出了保证金,抵押,担保的多种形式来架构风险控制体系,以期获得投资人信任,放大规模。 从网贷平台的层面上来说,现在网贷平台其实已经不能用最原始,最纯正的P2P来进行定义了,更类似于一群人在网上造了一个网络银行,所以很多投资人不是根据借款人本身选择投放,而是依赖平台信用或其所谓的风控手段,可限度进行投资。 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网贷风险,主要平台运营的风险。 因为很多平台只有平台证明没有平台支持,很可能是平台吸收了投资人的钱,然后没有给借款人,直接捐款跑路。 这就是一种形式的宝雷。 另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宝雷,一定非真良性的良性退出。 首先要明确的是,这是一种合法的退出行为,平台表示不存在诈骗或者非法集资,退出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无法继续经营了。 最终迫于无奈良性退出,除了这些天传出的某某一平台跑路外,还有一些宣称良性退出的平台。 这几天良性退出的贝米钱包,贝米钱包,宣布在舆论环境和用户口荒等因素的合力下,每日净流出三百余此前的情况,无法满足全部对付需求。 平台决定良性退出,和年初的四大高反力天王、亚庞金融董事长昨日投案自首。 其实,良性退出的失职是一种缓兵之计,平台之所以会选择发这种公告,有可能出于以下几种原因。 拖延时间,发出公告,先安慰大家的情绪,然后老板早就计划好跑路,安慰投资者,将战线拉长。 老板想办法给用户兑付,或者是通过催修等方式,帮投资人找回损失,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不要报警,避免更多的麻烦。 这一举通告就是告诉大家,钱我们会还的,不是现在而已,不管真对付还是假对付,先拉开一个长期战线,万一又骗得一些人大头堵住这些人大头的窟窿了呢? 二是真清盘还是自身有病,上书的良性退出大部分,是有真实的资产,或者是真实业务的类似作家具体家的一家堂金融。 但是清盘就是因为平台风控不严,借款包本身就有问题,或者平台其实本身就有自容的违法问题捐款跑路,导致大量预期,最终无法兑付。 只能宣清盘,能还一点是一点,有部分平台还会在出事后发个公告,把责任都丢给了第三方大宝,让其垫付,相当于甩锅给第三方平台说,但是他不肯垫,所以你去找大宝方吧。 提到大宝,这就引出下一个问题,如何辨别网贷平台的风控手段,是否真的有效? 这也是鉴别网贷平台是否安全可靠的条件之一。 铁马了解到,目前,网贷平台会采取以下几种风控方式。 手段一,设立风险保证金,部分投资人看来,风险保证金就等同于保冷保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对于平台安全性和收益确定性的认可。 但是真正能掏出几个一线钱的风险准备金的平台有几个,怕就怕没有这样的实力,还打肉脸充胖子,用投资人的钱去做风险准备金。 另外,去钢对钢性对付化已渐渐成为投资理财,甚至整个兼容市场的默认逻辑。 所以,风险保证金可能只是一种噱头,风险保证金不等于资金安全,风险保证金存在投资有导作用,暗藏着巨大的风险。 银行资金存款,资金去向透明,智能分散投标等,才是衡量P2P平台是否安全的重要因素。 手段二,引入第三方担保。 2018上半年数据,引入第三方担保的平台,不到在银平台的40%,而且,引入第三方担保,并不代表万无一失。 在实际操作中,关联担保比较严重,难而不保,选择性担保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投资者引起高景气。 铁马了解道,2018年,光是四川省就有12家担保公司,因不合格被注销。 广东已有30多家担保公司,退出了融资性担保市场。 乌鲁木齐市公安部门,以查封进就学家投资担保公司。 业内人士预计,今年担保行业将面临严峻的大洗牌过程,预计今年就将有超三分之一的担保公司会被清理掉。 连担保公司都要被清理掉了,那么他担保的P2P平台还靠谱吗? 当然不,还有部分P2P平台合作的担保公司,根本没有融资担保资质,仅是名称上有个担保字样而已,或者直接就是P2P平台关联人成立的皮包公司。 铁马警告各位妈妈们,在选择平台时,不要相信平台夸夸其谈的担保公司。 可以自己去查查看。 第三方担保公司,被融资型担保机构的资本实力,通常叫融资型担保机构,要若三方担保与平台关联关系。 如是关联担保,则可能存在合规性的风险担保公司,是否存在失信、违约、经营补杀等问题。 如果存在则对可能存在担保机构无法赔偿的风险。 另外,适合保险公司合作,机率门卡高,管理规范等因素。 业内认为保险相比担保能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完善的保障。 如果保险公司倒闭,作为财产线导单,受到国家保险保障基金的救济,最坏情况下,能赔到损失本金的80%。 手段三,以房产抵押为宣传点。 是我直言,在座的提供房产抵押的网贷平台,都是垃圾。 一,如果一个企业或一个自然人拿房产去银行抵押都拿不到贷款的话,那最大的可能就是借款人还有其他的问题导致银行巨带。 很多人问,铁马,用房子抵押,逾期了把他的房子卖了不就好了,谁去卖,你去卖,不好意思,你没这个资格。 另外,在当前的私房环境下,违约到房产递加贷款,重启诉刀能拿到房产变现的过程,至少要一两年。 其中各项诉讼费用等,还要优先扣除,你最后能回本多少? 都是为支数、手段四,提升模糊网站的评级和排名。 日前,知名第三方评测机构网贷之家,迪系P2P平台投资家暴雷,被深圳公安以涉嫌集资诈骗利润侦查。 据说当初很多人选择投资家投资,就是相信网贷之家作为第三方门户的影响力。 第三方平台的独立性很难保持,很难说谁是客观的,谁是公正的。 如果一家平台同时和几家第三方机构有着官员关系,那么他们关联帮之间的互相包庇,极有可能是一颗随时引爆的雷。 所以,第三方们互给出的排序与评级,不可不信,但也不能全信。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棒子全部打死,关键的时间点要更加冷静。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在存量市场中,到底有多少平台,真正能够做到了风险隔离,近期透明与合规托管。 目前的洗牌期,市场对P2P信心不足,恐慌心理正在蔓延。 如果出现几队风暴,本来没问题的平台也将会出现资金问题,最后所有P2P平台都会出现问题。 投资人应该更加理性,像专业人士了解自己的P2P平台究竟有没有风险,别老在各种P2P平台组的线上圈中人云亦云。 如果有问题,就应该毫不犹豫的赎回,如果没有,也要慎重。 最后,铁马奉上P2P防报纸拿,大家可以交给自己的父母、长辈、亲戚、朋友,在投资的时候进行理性甄别。 暴雷朝礼别恐慌,平台背景很重要,辞职备案三合一,个人险带风险地,看准大宝和抵押,跑跟问底叉叉叉叉,分散投资请问答,遇到跑路找警察。 暴雷心态要谨慎,相信法律定能胜,尽待喜态大结局,最后一定是光明。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暴雷心态要谈订阅本频道,我们下期再见。